这个女人要搞事 他精致的画了一个大红色嘟嘟唇 一个藐视的眼神后 脱掉自己的黑色砍尖 所有球员顿时看直了眼 头发轻轻一甩 迷倒了一切男人 他继续脱掉左手的黑色小手套 优雅的扔在地上 露出迷人的性感双肩 小嘴一咬 右手的手套也脱了下来 潇洒的丢了出去 此时的球场已经乱成一片 他叫二翠 是维他密时装秀的高级裁缝 在他五岁那年 被小镇的人无情赶了出去 二十年后 他又为何出现在这里 是留恋家乡了吗 不是 他是来复仇的 二岁从小没见过自己的父亲 单亲家庭的他 在小镇受惊了各种欺凌 学校里的老师 诊所里的医生 这天 一群孩子又要欺负他 他被迫躲在风车上躲避 可刚一下来 更想被男孩发现 男孩把他拉进角落 逼迫他靠墙站着别动 否则就杀掉了他的母亲 二翠只好乖乖照做 只见男孩站在三米开外 竖起两个拇指当牛角 向着二翠肚子冲了过来 关键时刻 二翠一个伞线躲了开来 这一躲不要紧 男孩狠狠地撞断了脖子 当场没了呼吸 老师碰巧看到这一幕 但没有帮助二翠 接着二翠被无情地赶出小镇 被迫与母亲分开 那时的二翠才仅仅五岁 现如今 他已不是之前的软弱女孩 摇身一变 成了当地有名的高级裁缝 只要经过他手的 黑衫老妖都能变成公主 这是回来的原因 想彻底搞清被赶出去的真相 他是维他密时装秀的高级裁缝 一个嫁不出去的小丑 经过他的巧手 瞬间成为荧幕里的气质女神 轻轻松松拿下自己的男神 二翠高超的手艺 瞬间喘遍了小镇 女人们昨天还在背后嚼他舌根 今天就舔着脸来找他 想要变美 没过多久 小镇里的女人都时尚了起来 这天 镇长夫人正好撞到老公偷情 她一气之下也找到了二翠 这美貌赢回老公的爱情 镇长举行婚礼这天 女人从光焕发出现在这里 二翠也在现场 就当婚礼举行一半时 那个恶毒的老师 坐在了镇长夫人的旁边 将嘴靠近她的耳朵附近 告诉她 她的儿子是二翠杀死的 这让夫人大吃一惊 原来 丈夫一直骗她 说儿子是摔死的 知道真相的夫人瞬间崩溃 在婚礼现场大骂二翠 二翠连忙解释 但没人愿意相信她的话 只有大壮追了出来 相信二翠不是凶手 此时 二撞不停地说道 原来 当时的事发经过 正好被远处的二撞看见 为了尽快勾起二翠的回忆 大壮把她带到了事发地点 帮助她回忆 二翠靠着墙壁 慢慢回忆了当初的细节 男孩不是二翠杀的 这才是男孩真正的死亡原因 在大猪的帮助下 二翠总算解开了自己的心结 两人刚走到一起 意外却随之而来 在两人约会时 大壮不幸发生了意外 掉进了十几米的骨仓 再也没能爬出来 之后真理的人 都对二翠议论深深 说她是被诅咒的女人 二翠的母亲突然发病倒地 远处的镇长看到 拿起了手里的报纸 装作视而不见 更可恨的是 找来镇里的医生 医生却让二翠嘴被收尸 不愿帮他母亲看病 二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 错过了抢救的时机 就这样母亲也离开了二翠 失去了唯一亲人的她 没有了任何牵挂 现在心里只想对坏人反击 第一个目标 就是镇里的医生 如今欢迎光临的姿势已定型 重心向前偏移 只要跑起来就撒不住车 每次都要靠老半帮的停车 二翠给老人吃了大麻牌的巧克力 老人正在如痴如醉 忘了给医生举起垫子 医生眼看自己过站 就是停不下来 直勾勾地冲进水塘里没了呼吸 接着二翠把镇长 更多的丑事告诉了夫人 夫人忍无可忍 活生生地挑了镇长的脚筋 临走之前锁了房门 让他活生生地死在了血泼里 这天镇上所有的人 参加了服装大赛 二翠把他们打扮了一个比一个丑 在比赛线上丢尽了人 等他们轻松中的赶回小镇 要找二翠算账时 此时的小镇已经变成了火汗 被烧成一片废墟 原来这一切都是二翠的杰作 在他们正在比赛时 二翠在屋子里浇满了汽油 一个坚定的眼神 把火苗上屋子里扔去 熊熊烈火 瞬间贯穿了整个房间 接着在大红色地毯上浇满汽油 火焰随着地毯 席卷了整个小镇 之后淡定的利用着行李 坐上了离开这里的火车 乘务员看向小镇的方向 二翠跟着说道 是的 垃圾确实有点多 我总结一下 路斯性格没有变 雷神穿场有点炫 高官人群不为人 莫怪二翠心肠狠 关注琪琪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